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好的婚事 陛下恩德 臣一生难忘 国公 那婚期你打算定在何时啊 回禀陛下 臣觉得此事还是随孩子们的意吧 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陛下 我已与伯爷约定 此生只能娶我一人 否则我便与他合离 带走一切嫁妆 和伯爷一半家产 至于婚期 画画眼下还没有想好 等任后决定了 再告诉陛下 郡主这般做法 有微常理啊 是不是 这个想必班国公也不会同意吧 就是啊 我说老班啊 这根本就不合离法 简直荒谬啊 你懂什么礼法 嗯 如此说来 陈安伯不如嫁过去得了 启离陛下 臣此生与郡主相伴 再不会想大妾之事 事故纵有万般条件 臣也会欣然接受 陈安伯说得好 你们小两口的事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 日子定好了 这婚事定要隆重办理 卖卷花嘞 卖卷花 这位小娘子 这可是京城最实性的卷花 小娘子来一朵吧 来一朵吧 博业 不行 博业可对 真美啊 不计划话半分 公子与尊夫人感情真好 嬷嬷 我可还没嫁给她呢 老身老眼昏花 说错了话 望公子与小姐见谅 无妨的 她本就是我的夫人 改口 不过是迟早的事 那就祝二位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嬷嬷 这卷花我都要了 谢谢 谢谢公子小姐 谢谢公子小姐 博业 你真要 一直戴着呀 只要花花喜欢 喝乐而不为呢 怎么了 没什么我看错了 好